小狼传第24章第16节 我因此自己勉励 对神对人尚全无规的良心 举个例子,你把海贼王的海报、一大章、画的景色 对比现在我们栽载这些公仔 你会发现我们是一个比较平淡、宁静、铁静的风格 我就是喜欢这种 因为这种带来不是短暂的 长久之后能够在你的良心里面 你的性格里面,你的心灵里面会带来 这份的铁静 但是好像海贼王那些这样的公仔 我一看就已经发觉有没有搞错 除了我觉得反感,他画的是噩梦方式那种 其实我一看就知道这种长远计对很多人来说 是自己在人生中的顶致压制 在人生中 很奇怪的,为什么他在信仰上 热心当中,但永远保持那种的冷淡 明明在人家的奋斗当中,他仍然保持自己的 一份的保留 他们不会明白 但问题本身是,我是牧师 我一看就知道 这些根本在我们的内心 深处,他扎了根 是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会使我们胆怯 使我们怕 损失 就会像我们长期在一个恶梦的阴影底下 遇到我们人生 当我们不是在一个完全的恶梦底下 但我们喜欢看这些这样的东西 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带来这些影响 我身为一个目色一看 我是看我生活,我长远计 这些画风 我不知道他的剧情写了什么 只知道很出名 但问题是,如果他的剧情未飙 他用另一种画风画 我会觉得不会反感 但是他用这种画风画 就是绝对有问题 因为就如我所说 其实是会 带来一个长远的影响 因为很多人或者你不知道 尤其是关于一些自由创作 比如电脑动画 又或者 甚至是我们所说的漫画画 即卡通 其实就好像米奇老鼠 其实 因为很早年我已经 那时候看那些打斗的漫画的时候 我已经甚至在 读书的时候 中一至中三都自己都会画这些漫画的 因为那时代的年轻人喜欢画画 就是这样 其实 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喜欢画画的人 你其实是不会明白我现在跟着说的 其实一个很美的漫画 好像米奇老鼠 和罗迪蛇的公仔 很早年已经画动画 其实你想画得好 你是你的脑里面有个镜面倒置的3D世界 这个直成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说的仙境一样 其实任何一个很厉害的画家 他真的是在镜面倒置 他画出来的东西 是一早已经存藏 在他的脑里面 越画得漂亮 那些漫画 在脑里面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2D 在脑里已经是3D 尤其是无论环境 整个气氛 如果他能够 可以说很清楚画出来的话 因为漫画不是只是一格 你会是不同格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观点 去看 这个场景 这件事 所以他一定是3D在脑里面存在了 即是换句话 简单来说 漫画里面的世界 其实是存在在作者的灵里面 越画得漂亮 那个世界 是存在得越清晰 即是美得到某个程度 这个世界 是以镜面导致 存在在这个画家 的 老海里面 以3D很漂亮的方式 存在在老海里面 才能够很仔细画得出来 这个就是很多 成功的画家 以及不成功 即是根本不可以画画家 画画得不漂亮的 最大分别 因为 画画不漂亮的 根本连3D的东西 都没有考虑 所以 画一个人像的时候 三箭八角 歪零歪漆 都根本画不到那种全神 这个就是越对3D世界越认识得多的人 去画的要越全神 好了 但问题是这个3D世界不是存在现世 存在在那个灵里面 是他的灵魂的一部分 如果这个人画得越好 而他将这个世界表达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在他的画里面看到所谓的画风 而这些画风 绝对是等于这个人作的歌 越是劲的歌手 或者越是劲的漫画家 他直接将他的灵魂里面的影响力和震撼力 借着他们的作品表达出来的 无论是一个好的作曲家 或者是填词家 或者是一个好的漫画家 也是的 而他表达出来的 如果他偶然说两张海报是review的 好像是恶梦那种review 即是恐怖、鬼面等等 其他一般好像是公其进 都算是OK 但是如果他画出那种style 这个人根本在灵界里面已经进入那样 好了,然后回到 你是人还是演员的分别 那个世界 是会在娱乐里面将我们带入另一样东西 如果我们还要欣赏 娱乐方式打开我们的心 去接受这些东西 你知不知道背后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他对每个人的破坏力 信仰的破坏力 我不肯定 但我起码肯定知道 我为了娱乐去破坏我的信仰 是不是又是那个问题 《小狼传》第24章 第16节 我因此自己勉励 对神对人尚全无愧的良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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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